跟老师报告一下,这个是老师在主控每一个 我切到第一页,所有学生就看第一页 可是呢,结束上有些孩子他阅读比较慢 可不可以让学生自己来操作,可以,就这个 那我就点这个,student pass,这里 好,来,继续 OK吗,又跟刚刚一样哦 那这里呢,你可以设时间,你看见吗 他说,你可以设时间,可以让学生慢慢去结束 29天后就结束,你可以改,自己改,我们就不改日期了 这是让学生自己慢慢考,来,那课程代码是这个 那我们就点一下连结哦,copy连结 我开一个新的页面到这里来 应该新的分页了,五行视窗 五行视窗,这里是陌生人,点到这里来 这次进来的话,跟老师报告一下 这次进来的模式什么意思 就学生自己考 来,学生进来咯 我叫做谁,我叫做五年四班十五号 那名字叫 Big,小名在这里 全名在这里,小名叫Big 然后可以开始考,Join Lesson 这次的做法是什么 学生自己看,跟老师没有关系哦 老师只是安排这里,来,你看一下 这是老师的画面 这是老师的画面 这是学生的,学生自己看耶 自己做测验 OK吗 学生接下来是自己看,再自己做测验 他要不要考这个,然后再点下一个 又看简报,做教学 所以在Neapart它有两种模式的方式 第一个是什么呢 我把它当成回家功课 我学生自己做测验 预设是一个月之内就去完成 OK吗 另外一个是老师其实上课的时候 边点就边播 这个